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相对论的话题 有同学问我说 这个在相对论看来不同参考系下同时性会被破坏 也就是说在某个参考系下看事件A先发生 换一个参考系很可能是事件B先发生 那这会不会违背因果律呢 比如说一个人朝另外一个人开了一枪 在某个参考系下看A先开枪然后B死了 换一个参考系看就是B先死然后A才开枪 这是不是就违背逻辑呢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先来讨论一下 在物理上讲什么是具有因果关系的 比如说有一个事件A它是原因 那么事件A在空间中具有坐标X1 Y1 Z1 这是空间坐标 三维坐标 它还有一个发生的时刻T1 A发生了之后以一个有限的速度 把这个影响施加给B B就是结果 B这个事件它也有个坐标 X2 Y2 Z2 以及它的时刻T2 好比说A就是一个人开枪 然后这个子弹以一定的速度传播到B身上 然后这个B人就死了 它们两个发生的空间位置是不一样的 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怎么样判断一下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呢 我们要这么想 首先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二者的空间间隔 空间间隔怎么算 因为我们的坐标已经给出了 那么根据勾股定理空间间隔就很好说了 空间间隔Δs其实就是它们的横坐标差Δx的平方 加纵坐标差Δy的平方 再加Δz的平方 然后再开根号 这个式子其实非常好理解 我们可以画一个这样的立方体 认为A和B分别在这个立方体的两个顶点上 A x1 y1 z1 B就是x2 y2 z2 然后它们的空间间隔Δs其实就是这个长度 对吧 那么这个长度怎么计算呢 我们发现假如这个点叫C吧 那么Δs其实等于根号下AC方加BC方 对吧 AC其实就是Δx 就是横坐标差 对吧 然后CD 假如这点叫D CD其实就是纵坐标差 还有一个Bd就是Δz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Δs它其实等于AC的平方 根号下AC的平方再加BC的平方 对吧 AC的平方加BC的平方 然后这个BC的平方呢 它又等于这一段加这一段平方 CD的平方加Bd的平方 你把它进行带入 你就会发现这个结果 这就是所谓的空间间隔 空间间隔知道了之后 我们下面再说一下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很好算 就是Δt Δt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它们两个的时刻之差 为了让它保持是个正数 我们加一个绝对值 这就是时间间隔 现在我们明白了空间间隔和时间间隔之后 我们就可以讨论A和B什么时候才有因果性了 假如说它们两个之间的空间间隔Δs是小于CΔt的 小于CΔt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如说A发生的时候 同时向外发射一道光 同时向外发射一道光 那么光会先到达B 到达B了之后这个B还没有发生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B就发生了 也就是说A可以在小于光速的速度下对B施加影响 然后B才发生 这样一来它们之间就有可能有因果性 B看到了A发生 所以B才发生 对不对 比如一颗子弹吧 一颗子弹A发射出来之后 以一个小于光速的速度打到B 所以B死了 这就有可能是因为它们之间有因果性 所以这种间隔我们把它叫类时间隔 类时间隔 这两件事 类时间隔 那么如果这个Δs刚好等于CΔt 什么意思呢 你们两个的空间距离差正好等于光速乘以时间差 那意思是A发生的时候同时发射一道光 这道光到达B时 B时间刚好就发生了 此时它们也可能有因果性 这种叫类光间隔 但是类光间隔 你必须与光速施加影响才能传播到B 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有因果性的 可能有因果性的 它一定有确定的先后次序 而且可能有因果性 那么如果你的Δs要是大于CΔt 会有什么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你空间距离太大了 就算你以光速施加这个影响 A发生的时候立刻向B发射光 但是还没等这个光到达B 这个B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A的任何影响都不可能在B发生之前到达B 因此A和B有因果关系吗 就没有了 对吧 这种情况就叫类空间隔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是无因果关系的 我们知道在相对论的情况下换一个参考系 事件的坐标都会发生变化 空间距离和时间都会有变化 但是这个时空间隔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事件它是类时间隔 不管你怎么换参考系它永远是类时间隔 如果是类光间隔 不管怎么换还是类光间隔 因此具有因果性的两件事 它在时间上有先后 无论你如何调整顺序 它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是不会变的 你开枪然后我死了 这件事在任何参考系下看都是你在先我在后 但是如果你是类空间隔的话就不一定了 在某些参考系下看可能是事件A先发生 也可能在另外参考系下看就是事件B先发生了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t等于0的时刻 在北京有一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 结果在0.0003秒的时候 天津 天津 引起了一个什么呀 暴风雨 暴风雨 好 我现在就想问 请问这个蝴蝶山翅膀这件事在0时刻发生的 它和暴风雨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有因果性 那你首先得告诉我北京天津距离多远吧 那我一测 北京天津距离120千米 好 那我们怎么判断 方法也其实很简单 这个方法就是首先我们先把它这个dx写出来 等于120千米 等于1.2乘10的5次方米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c3t c是光速 3乘10的8次方米每秒 时间差是0.0003秒 对吧 这么一乘结果是9乘10的4次方米 这个是1.2乘10的5次方米 这9乘10的4次方米 这个大 所以它什么间隔 类空间隔 类空间隔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某个参考西家看是这件事先发生 换一个参考西家看就是这件事先发生 就算蝴蝶山翅膀这件事以光速传播到天津 它也还没等到的时候天津的暴风雨已经来了 因此它们俩之间肯定没有因果性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吧 那么还有同学问你从这件事能不能跟我谈一谈 什么是过去 现在和将来 这件事我们就要谈到一个叫做时光锥的东西了 时光锥 时光锥 什么是时光锥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讨论到了一个空间间隔 时间间隔的关系 我们把横坐标写作空间间隔Δs 纵坐标我们把它写作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叫Δt 这样一来 我就想问类时间隔在什么位置 类时间隔就是Δs小于CΔt的地方 Δs小CΔt大 也就是这个大 这个小 我们一画发现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线 如果这是个立体图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圆锥 在这个范围内都是Δs小于CΔt的 因为越往上走是时间越往后 所以如果我们把A点作为我们此时此地的话 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我们的什么 相当于我们的未来 A点可以对这个范围里任何一个点施加影响 而底下这一部分是什么呢 底下这一部分的任何一个点发生的事件都可以影响到A 所以这个就叫过去 这个就叫过去 那么除了过去和未来这两个圆锥以外 这边的空间就既不是过去 也不是未来 它没有办法对我们施加影响 比如说A是地球 这是太阳 B是太阳 太阳的此时此刻 那么假如太阳此刻爆炸了 对我们一点影响也没有 为什么没有影响 因为太阳爆炸了的话 它不在我们的时光锥里 它不是我们的过去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知道呢 太阳爆炸也有一个时光锥 它是这样的一个时光锥 好吧 而且这个太阳的时光锥到达我们 我们是地球一直往前时间在变化 这个时间一共有多长呢 一共有8分钟 也就是说光速从太阳传到地球一共要8分钟的时间 那么在8分钟以后地球就走走走 走到了太阳的时光锥里边 地球走到了太阳的时光锥里边之后就会受到太阳的影响 所以太阳爆炸这件事我们在8分钟之后才能知道 因为我们进入了什么样太阳的时光锥里 因此过去现在和将来其实是一个时空的观点 你既要有时间的过去和现在也有空间的影响在里面 明科夫斯基思维时空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在相对论的环境下时间和空间本身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而取而代之的是时间和空间融合在一起 整个宇宙实际上是把时间和人间融合在一块的 那么后面的广义相对论更是这样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时间和空间甚至会互换 所以这个宇宙的事其实挺好玩的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西瓜视频和YouTube帐号李永乐老师里关注我